热心公益的台北市周游狮子会 善行一举在天衣庄 在狮子会创会会长知名制作人阿沟周游的号召下 现任会长陈寒香与狮姐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大方捐赠价值240万元的最新设备救护车 给卫福部台东医院 协助偏乡医疗造福地方民众 我们先抛砖引玉 要送这些有意义的车 这个车在偏义的地方很好用 这需要的 台东比较需要我们 我们就会在 我们都是秉持着阿沟 他带着我们在周游狮子会 公益这个活动是做得很多很多 可是我当了会长的时候 我就是秉持着跟着阿沟的脚步 他跟我们讲什么 我们就听话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爱传到偏乡 让更多的台东偏乡的地方 让这个传到每一个角落去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终 想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还会一直在做 我们的周游狮子会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哪里需要我们 我们就会在哪里 所以在这期间 我在一年前就已经在准备 因为透过我有两位新师姐 我现在要隆重的介绍 他们两位大力的给我支持 就是我许评与师友 我们的林瑞杰师姐请上台 这两位师姐呢 给我很大的勇气 因为呢 我是一个美容的 美容保养品的一个业务而已 那透游呢 师子会 我当了这个会长之后呢 我们就想好 想要做什么事 他们呢 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建议 捐车 那他认为 我们师子会是一个大的 很大的一个团队 国际的一个师子会 一个很大的一个善心团体 如何来把这件事做 所以这件 这段时间都是因为他们两位 谢谢两位 他两位呢 给我很大的信心哦 然后呢 在这期间呢 我们美和的过程里面很辛苦 可是呢 我们不怕苦 因为他告诉我 这只是开始 这只是开始 我们也承诺 每年要捐出一部车 这场救护车捐赠一事 在卫福部举办 获赠救护车的 卫福部台东医院院长 也特地来到现场 感谢周游师子会的爱心 协助提升医疗救援的效率 那我们 我们台东医院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们台东医院历史非常悠久 是1896年创立的 到今天已经126年了 是从日本时代到现在 那只比台大医院 晚一年创立而已 那在台东呢 台东是一个南北辖长的线份 所以在台东的东北海岸 我们有一个成功分院 设在成功证 那成功证跟台东本身 是有一个小时的距离 那所以 那成功的分院呢 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医疗机构 因为它负责成功证 还有旁边长冰箱 东河箱以及太原 那里的居民的医疗照顾 都是要到成功分院 那在这个台东的东北海岸 成功分院是唯一可以做24小时急诊 可以做复健跟洗肾的地方 如果没有成功分院 那边洗肾的病人 每天要到台东市洗了肾再回去 所以 然后我们24小时 虽然都有急诊 可是难免会有一些重大的伤病 像心肌梗塞 或脑出血 那这种需要送到台东市的 大型医院 像我们本院来处理 那我们 我们除了当地的民众的需要以外 大家知道台东是一个旅游胜地 所以也有很多观光客 观光客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交通意外 还有他们去潜水 去冲浪 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重大的问题 我们必须送回台东 或者有的病人会选择送到花莲试剂 但是所以救护车 尤其是高级的救护车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自己是有救护车 但是公家机关 要买救护车 都是要用最低价绝标 然后也有年限 所以我们的救护车 确实明年年限就到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 刚好师子会给我们一部 给我们捐赠给我们一部 最高级设备 非常齐全的救护车 那我在这边 要跟大家报告 除了代表当地的民众 台东的民众跟大家感谢以外 那师子会对我们的捐赠 等于是给我们医院 全体同仁的一种赞赏跟鼓励 这个对我们医院的士气提升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他们本身那时候 我们媒合的过程里面 台东医院的救护车呢 已经13年了 所以已经救了 那我呢 在台东的团队里面 也有很多的美容师嘛 他们讲 他们的资源不是那么好 那这一次呢 跟着阿勾呢 我当会长之后 我想我要做一件事 比较有意义的 那阿勾就给我建议 那刚好也媒合到台东医院 这偏乡的地区 到成功的这个 分院的距离很远 那这一部车呢 是全部的配备都有 那感谢大家 今天来给我们办理这个一个 捐赠的活动 那各位都了解 我们在那个比较 比较偏远的 东部的地方 特别是在台东 台东 那这次我们师兄 师兄阿甕 带领了大家的这个 一个照顾 把我们的这个车 捐给我们的台东医院 那大家的了解 卫福部为了解决这个 比较偏远地区的这个状况 从108年开始就推动 我们优化 偏向的这个一个 一个医疗资源的改善的计划 推动公费生 也推动一个设备 最近做的比较好的是 又开始增加我们的转送 reflow system 我们最近也在跟反院展开 事一事在开 怎么到那个稍微 跟台东医院稍微上面一点 那个成功分院 那2万多人一个医院 怎么把它对面做一个转移 那转移的方法就有几个重要的 一个是资讯 远距就是跟高雄的长羹 大家可以看 看看这样子的病要怎么处理 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各位今天要帮我们 这个大忙的是 严正这个救护车 这个救护车来了之后 这个爬山 还过那个山洞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这样子在那 那个成功这样的小镇 还有台东地区的 特别往南部一点点 往北部一点 在这个反院长 这个很积极的领导之下 会把这样一个转介系统做得更好 号召师友们持续行善做公益 台北市周游师子会创会会长周游说 有舍才有得 心情相当快乐 做公益最快乐 我认为说 不管什么事 我们有舍 绝对有得 所以有时候我们给了 送了东西出去 看到人家的快乐 人家的在用的时候 我很快乐 比如我的手表人家说 你这手表很漂亮 他给我拿去戴 他就 我看他戴起来很漂亮 他也时时都在那里看 我就很快乐 尤其今天院长 你来讲一下 他们偏乡有没有 怎么样的需要这个车子 钱其实不在于数字 是在于我们到底回馈 他是要的吗 他要的吗 他需要 所以需要的时候 我们都在的时候 我们身为狮子人的 这个秉持阿勾的 这个狮子精神 我们都愿意的 我们愿意为贫乡 做更多 我们都是送给他 他越高兴 就花了那一步就好了 我们一送过去很多 像我们这个捐血车 他们在台北的 救了多少人 捐血车号 公园号 台大号 都是我们这边 有时候说缺什么血 他捐了以后 事业一直 一直发发发 卫福部衣服会 也感谢台北市周游 狮子会 抛砖引玉 帮助偏乡医疗 让当地民众 能获得更好的医疗照顾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由于洞省